哈喽大家好,我是葛雷斯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背景 对,我们今天又来搞我们的头发了 但今天不是剪头发,今天是染发 我们今天要来染一个玫瑰金色 是一个就是粉色啦,就是饱和度比较低的一个粉色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浅的颜色嘛 所以还要做到漂发的这个动作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漂发染发的一个全记录过程 然后因为自己动手漂发还是第一次 所以我不是很放心给我自己的手 因为我头发其实还蛮厚的 我很怕自己就是会涂得不太均匀 所以我今天就拜托了我的朋友 来帮我就是做漂发的这个步骤 那我们现在就先等他过来吧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它终于来了 我们要先准备 手套一个 辣 垃圾袋一个 用来围住自己的 然后夹子一堆 然后还有漂戒的 它这个里面呢是有就是有五个东西的 然后第一个是这个双羊奶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 应该是个漂白粉 第三个是这个漂白乳 第四个是一个护发素 然后他还附了一个手套的给你 对 那我们 开始吧 我一个大一个这个东西 靠你了哟 我今天 为什么弄好像没脖子一样 它本来就没有脖子啊 它本来有脖子啊 没有什么味道欸 嗯 没味道 对啊没有刺鼻味道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二 倒进这个一里面 大家倒这个粉呢 就一定要注意口 不能切太大 不然会容易飘出去 这样摇就可以了 嗯 然后加入三 哇 那么小的味道 一片 一片够不够啊 所以我买两个 口一定要开得够大 二口不要开太大 三口会开大 好紧张啊 好惊惊啊 好惊惊啊 这是要从发尾开始 因为头领温度会比较高 然后他会很快就上去 哦 它三个混完之后就有一点点味道 但不是刺激的味道 嗯 就是那种很正常你去发廊的那些味道 嗯 还好还好 对啊都还不错欸 交给你了 转 好 看着呢 看着呢 但没对焦 真的 很对着 好丑喔 你把我搞了 我真的 我真的在 尽量把你 干嘛 我本来弄得很好 太丑了 老子还是要上镜的 你好了吗 哎 不会呢 好啦 好 算啦 我现在要没电 你为什么不提前换一个有电的电视 你等到没电 屁咧 好爽喔 我根本自己动手 哼 哇 这个 它这个乳太 太乳了 所以它 是很稠吗 还是很丝 很稠 所以不好挤 OK 哇这个很费欸 其实 你用那个梳子会不会好一点 会不会匀一点 不好梳 因为你的 那个染肌比较少 色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乳呢 怎么说啊 渗透力没有那么强 嗯 就很难涂匀是吧 我感觉到它真的很稠欸 它真的 对啊 好难抹开 都不会渗透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一丝一丝的揉好 输的话 输不顺 而且 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在 打结了 对 哇感觉我头好硬喔 你看你的发尾 我现在开第二盒了 感觉一盒不够用了 我感觉我都要变光头了 好像就在 加冰子自己造成 可是我就想漂了 好久没漂了 我好像上一次 我上一次去染头发是染黑色 还是一年前 就是说我很久没有换发型了 嗯 我有点找到它的那个 感觉了吗 对 一定要揉 ok 不然它陷不进去 但是它稠呢 好 有一点点好的是 它不会到处溅 可以溅这样 对也不会流这样子 流到处都是 嗯 它会有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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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饱 没有 哎呀 哎 它弄到你皮肤上 不关我的事哦 哎 哎 我觉得马克来 它会崩溃 你这个 所以没敢让它来 我也是出现在格雷斯频道上的人 我也是上过 上过视频的人 你自己没有啊 你自己的 很久没有弄了 会杀不动 没有动力了 那就偶尔发发就好了 是我用太少了 还是它本来就这样会 本来就色色的 干 很难 哦 你是个哪吒头弄的 你看 不是我弄的 我就分不出来了吧 坏狗 这你的头发 你还要 你还要 挑 干嘛 全是白头发 不是 这 这发质 妈呀 对啊 肢其实一直挺差的 你一定要找帮手哦 对 漂的话还是要找 所以我是明智的 而且找到我更明智 对啊 你头皮有 有会不舒服吗 没有耶 完全没有耶 但我好像漂了这么多次 都没有说 头皮有特别痛的 完了 你的头皮太耐瘦了 对 maybe 那是好还是好 好咯 ok 对于你讲 整个头发是好咯 我的头发感到 你死了 得亏我是看了 比较多的 电视剧吗 放手 就看一下 用头 电视剧还有这么 这么 详细的 包装怎么那么好 有 整张 就是 有一些 法狼为concept的 爱情魔法师 哈哈哈哈 哈哈 黏在一起 有种的变色 对不起 下一层 哇 哇 它真的 像结块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是粉啊 这会有失败的可能 不 我不允许有失败的可能 我这么 这么辛苦的 冲回来 你居然跟我说 它会失败 不行 我不允许 妈呀这个 这个变色有点不均匀 不要这么对我 不要这么对我 我又要用三瓶 就省一点的话 两天还是可以的 但可能会三瓶会更好 会 就是会痛 对 失策 失策 第二瓶才刚开啊 就是你已经染了三分之二 点三了 三分之二零三 是什么东西 哈哈 像这个懒羊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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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额头上有一滴 它这个设计也不好 它这个质度也不好 但是它不痛头皮啦 然后也没什么异味 算很好 算了算 有的是比尔斯 像弄了一个水泥涂到头上 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了 你看 最后就是 大乱涂 像满头找狮子样 应该涂点凡事铃吧 没关系 这样的皮肤也漂白 不是漂烂 送在里面的 不要浪费 扣出来就不容易 你看 这个好快啊 这个 哇太酷了 哇靠 我好像那个到没死了 啊 哇 太酷了吧 我要准备去洗掉了 好搞笑喔 我现在在发型 我觉得是头发太多了 然后我们用的可能还是不够 因为它这个太稠了 然后它很难就是把它涂开 如果是跟我长足差不多自己用三冠 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拿那个吹风筒吹了 哈喽大家好回来了 对这就是我漂完的效果啦 今天其实已经是第二天了 然后昨天因为我们漂完之后已经是太晚了快十点这样 然后我们怕就是很多店铺已经关了 所以我们就先跑去吃饭了 而且我这个头的话就染完 就漂完的话最好要等大概一到两天 让你的头去头皮休息一下 再去上色的话会比较好 对所以我今天就来啦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样子 就是如果是第一次自己动手在家漂的话 我觉得效果的话还算OK啦 就是肯定会有不均匀的就是现象 像如果是像我这种情况就是要漂完之后再上别颜色的话 我觉得这种状态的话它能够做到基本的就是一个褪色的效果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OK了这样子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我不是太推荐我们昨天用的那个漂发剂 就是欧来亚的那款漂发剂 它怎么说呢 它第一点就是它的质地是那种偏稠的 然后流动性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没有摇匀的关系 然后它会结块 然后会用粉末状的 所以我们在就是涂之后的话很难去涂均匀 导致了现在有分层啊 然后抹不匀的一些现象吧 我不知道其他的漂发剂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如果它是主打自己也可以在家漂头发的话 它制定的话应该要做成那种就是自己也很好上手的那种 对然后这次也是因为多口的朋友 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吧 要不如果是我自己去弄的话 可能我连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整颗头退色的效果可能都做不到 对 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没有就是图片所说的能够退到那么浅吧 就是我知道亚洲人的发色跟发质的话 退出来的颜色会偏红色啊 棕色啊 然后这种橘色的感觉 肯定没有白人他们退的那么完整 然后像我这样的长度到胸部这里 然后这样的发量的话用了有两盒吧 然后我觉得还不是很够 可能要用到三瓶才能够漂均匀 所以但是像我这种情况 呃 漂完之后还要再上别的颜色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我还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漂成这种白金色的 或者后续你要上一个饱和度 比我这个颜色更低的一个颜色的话 就需要再漂第二次这样子 所以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用量跟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继续上色吧 这款的染化剂里面是有两个这种感器 是要倒了等会一个瓶子里面 沾到刀子里面 它有附好像是附手套跟那个围裙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是护发束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先组合一下吧 先把这个穿起来好了 就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吧 ok 穿好啦 其实看习惯了这个漂的就还好 如果你想更浅的话漂两次就好了 就肯定能够漂近 但是我后续还要上瘦 而且我不想头皮那么伤 所以我就漂一次好啦 把这个额也倒在里面 它说明书上说是不要这样摇 它说是左右那摇 不要摇匀 就这样子 摇匀之后就可以上头了 我先把中间这里摇好了 因为中间这里好像是很上色 啊 我应该先分成的 对 先把下面的线上 它这个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比较湿润 然后流动性比较强 所以你就直接往上摸就好了 其实我之前不是想染这个粉色来的 其实我是想染一个就是那个 今年很流行的那个橘色 但是买完之后才发现买错了 买那个玫瑰金的一个颜色 但没关系了 其实我一直也很想染一个粉色的头发 所以就是不打不撞 先染粉色好了 可能到时候它褪色的话 我就再染一个橘色好了 这个流动性还挺好的 就是你可以像洗头那样子 然后把它揉进去就好了 给我一边 然后你一边染的时候 一边把它梳一下 让它里面也是 就是接收到这个 下面也先好吧 这边 哎呀 打完之后就把它们扭在一块 就证明这块里面啦 然后这样扭在一块 它们也可以自己夹的 再分一层好了 这些毛毛也不要错过了 这个漂发染发几乎已经买了很久 哎 掉我腿上 是夏天买的 所以大概买了有 没有四五个月 又有三四个月了 对反正就买了很久 本来是想要说夏天拍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拍上 所以就拖到了秋天来拍 然后本来说好吧秋天也可以 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买的是一个橘色的 然后我知道最近要拍的时候 我才拿出来发现我自己买的是个粉色 反正想说秋天那就拍一个 就是染一个枫叶头好了 就是橘色的枫叶头 结果我自己买的是个粉色 好吧 没关系 最后一束 OK我现在整体就是都抹上了 然后我现在剩下这一点呢 我就抹后面的根就是抹到头皮里面 好你就是像洗头那样挠头就好了 我的手套都变粉色了 我感觉我染完之后整个身体都变粉色了 因为我疯狂碰到我的手跟脚上 而且我又没来得及擦 肯定又要染粉色了 它这个泡沫的流动性还挺好 就不会说很难染 然后我都觉得我能够染得非常好的吃 这总体洗刺头好了 摸摸摸摸 好了现在涂完了 我先去拿个保鲜膜给它包起来 先走一步啦 然后包好了 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 可以在就是脖子 还有后耳边 还有后额头 这些边缘的地方 可以涂一层那个乳液 或者是凡士林之类的 要不的话它就会飞到到处都是 虽然就是之后也可以擦得掉了 也是很容易擦的 但是就是 对 那我们现在就等待吧 现在已经有40分钟了 然后中途我还拿那个水风筒给它吹 我就加热一下 对然后现在我先去把它洗了 然后看下效果怎么样 我看感觉 还好但是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好像还是不太上色 可能就是本来瓢的时候就没有 瓢得太好 所以就 先洗洗看吧 Let's go 哈喽大家好 我回来了 这就是我这次染发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成果吧 就是这样的 不是像盒子图片上展示的那样 是一个玫瑰镜颜色 是一个偏橘色吧 因为我是不打雾状的 打那个橘色 反正就是一个偏红色 红橘色的一个头发 我自己的话还是ok的 觉得 因为我昨天漂头发的时候 没有 漂得太匀嘛 所以染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均匀的部分 但是我现在呈现的这个颜色呢 还是相对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所以的话还不是太看得太清楚 分成的效果的话 就是觉得 没有太大影响 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 给你看一下后面 对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后面 所以的话 后面的话可能会染得没那么均匀这样 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染发剂的话我还是挺推荐的 因为它上色程度来说的话还是ok的 然后像我这样的发量跟长度的话 一瓶的话也是够的 整个过程的话 不会说有 就头皮很刺痛的感觉 或者说 味道会很呛低啊什么的 但就是出来的颜色的话 会没有它图片展示的就是那么亮 就不像它就是盒子里面的这么金 这么粉 可能是我漂的不够啦 如果是漂两次的话 应该就可以有这种效果 但总体来说的话我还是ok满意的 对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漂发加蓝发的一个全过程记录 然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赞告诉我 然后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掰掰 大家好 我是马克 你怎么不穿衣服 刚刚洗完澡 我觉得Grace很漂亮 掰掰 来 你就是个虚伪的人 真的啊